香港出現手中死於冠狀病毒感染 全球死亡人數達到42人 超過2萬宗確診病例 伊朗計劃處決一名間諜 據稱這名男子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洩露伊朗核計劃細節 聯合國說自從12月1日以來已經有52萬敘利亞人流離失所 如果目前的軍事行動繼續下去 還有28萬人可能會失去家園 馬拉圍憲法法院只是核殺了23%的選舉結果 因此宣布取消5月份的總統選舉 贊輪投票將會於星期一裁定後的150日內舉行 英國通過於2035年實施 禁止在國內銷售新的使用化石燃料汽車計劃 在原定計劃提前5年